上班上课车潮人潮其实已经逐渐涌现 新北市的符合桥 桥下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里有设置一个告示牌 写着环河东路三段 这个符合桥下进行施工 那么道路是有一个缩减的情况 这是为什么呢 也就是因为前几天有一辆车子 在行经符合桥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这个车体高度 限制是3.9公尺 那么车子过高是猛力撞击桥梁 也导致桥是出现受损 也出现了钢筋外露的情形 因此市府是紧急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封闭了这个永和区的林森路主桥 往台北方向外侧车道 桥面是缩减到了只剩下一个车道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上方的时候 是有出现这个三角锥的情形 我们是封闭了大约90公尺 所以如果用路人在行经这个符合桥的时候 真的真的是要减速慢行 甚至是可以提早出门 以防会塞在桥面上 也或者是我们用路人可以改从这个符合桥的引道 也就是成功路一段进京才不会塞车 那么这个符合桥也可以真的说是多灾多难 因为前阵子发生了地震 其实有一点点受损 不过在经过这个车子猛力撞击 它是几节钢筋外露 意外的是成为了受灾户 幸好这个市府是紧急发现了桥面有出现了受损情形 那我们也进行了修补 不过呢目前这个桥面什么时候会恢复还不太晓得 所以如果民众在外出的时候 可以多加注意路况以免栽车 直至来